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面看iPhone 13 Pro Max的三个摄像头比12 Pro Max的更大 这意味着13 Pro Max会使用更大尺寸的拍照传感器 据ET60的报道 三星与LG已确定为今年秋季上市的iPhone 13提供楼性OLED面板 而去年首次进入iPhone OLED面板供应链的京东方尚未获得供应批准 迪士尼近而展示了一个可伸缩的光剑 此前大部分光剑产品都依赖固定的剑嫩 因此整体非常长 而这次展示的产品 更像是电影中的光剑 启动后缓缓地从剑柄中伸出 据迪士尼此前申请的专利推测 它可能采用了经改良的驱动卷尺 可伸缩的塑料和LED灯 这款光剑将出现于明年开业的星球大战银河星际战舰主题酒店中 台积电又计划在美国建新的工厂了 其实台积电去年已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一座芯片工厂 目标是2024年投产 而最新的消息 首大此前宣布的一家工厂 台积电还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五座芯片工厂 可以看到 台积电已经被美国拴得越来越紧了 台积电扩产后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继续拉开和国产芯片的差距 美国在全球芯片产业的掌控能力就是它的一个长处 而国产芯片虽然还比较弱 但是中国拥有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 台积电的芯片终究要在中国这个大市场里消化 正因为互有长短 才会使中美在芯片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所以说 台积电扩产反而会阻止中美在芯片领域的脱钩 从川普到拜登 虽然他们一直想搞中美脱钩 并为此做了很多事 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和他们预想的完全相反 Facebook宣布面向美国四个城市和加拿大的用户测试其新功能邻居 18岁或以上用户才可以通过该工具认识身边拥有共同兴趣的邻居 并发掘和参与当地社群 阿里巴巴旗下天猫香港进而上线市营业 平台所有的商品均由香港本地商家发货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多个中外品牌及大小商家进驻平台 未来还会考虑发展新鲜市场 华为P50 Pro的戴壳高线渲染图再度曝光 正面采用了居中挖孔的曲面屏 背部有两个圆形的拍摄模组 层上下排布 其中包括一颗潜望式变焦镜头 此前有消息称 华为P50将全系标配索尼IMX800传感器 拥有接近1英寸的超大底 夜拍能力将再次升级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如果需要高性价比较耳机 可以到我的淘宝店格料音频来逛逛 咱们下期见